中小企业是商业活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零售商场、餐饮、娱乐等高聚集产业 曾一度陷入停滞 中小企业受到冲击 目前尽管疫情有所缓解 但不少中小企业仍面临生存压力 面对疫情冲击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中小企业如何发展 成为博奥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 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分论坛嘉宾热议话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洋认为 中小微企业贷款难题 可运用金融科技的手段解决 一个领域就是我们要用现代的科技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金融科技的手段 来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贷款 特别是小微 因为大家知道金融科技 它使得人们接触金融资源 是非常的便利了 有一个移动手机就可以了 过去可不是这样 现在所以有一个手机 那么它在生产老龄里都可以获得金融服务 第二呢 它这个起点很低 数额很小 以前想你要到银行去贷款 什么也得多少万嘛 这几千块钱都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就是成本很低 所以这次新冠疫情中 这个金融科技它的普惠方面的功能 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惠普全球副总裁金卫东表示 中小企业生存发展关键在于 有无生意可做 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市场发生变化 改变了人们生活工作消费模式 中小企业目前能否找到新的市场发展机会 进而转型才是重中之重 大家以前做生意都是我认识几个人 我能够有一些什么生意做 现在很多这些生意预算不够了 或者怎么样生意下降了 但是一边又冒出来很多线上的 或者家用的消费的生意 它自己本身公司的这个经营的能力 跟得上跟不上去转型去抓这些机会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代表刘华认为 知识产权可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那我就想告诉大家 知识产权组织实际上是可以帮助到 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 通过这个专利数据库 如果你要想创新创造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专利存不存在 这个专利谁拿着 这个专利有没有许可的机会 这个专利有没有过期 你可以免费获得的机会 然后在这个方向 在你想创新的这个领域 有最新前沿的发展又是什么 你是可以获得一个 站在前人肩膀上 去发展或者更大发展的机会的 谢谢 镇